这个孩子被呼巴掌呼了二十几个 然后呢 其他的学生就这样看着他 还有脱衣服殴打的 这种霸凌的影片满天飞 部长你看到这些状况 你的心里感觉到底是什么呀 一个孩子在我们台湾的社会 要让他安全的成长 是牵动非常多的人的心思 那我一直认为 今日的少年饭 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处理的话 明日就会变成成年饭